我是十几岁开始接触到戏曲 看见它的时候就觉得很喜欢 因为喜欢所以就去做 那么坚持了很多年以后呢 我发现这个东西给我的生活 带来很多很多的影响 所以呢就是一直跟昆曲 结下了不解之缘 而且它承载了太多的 哲学的呀美学的呀 还有传统文化里面等等 很多的综合性的因素 它是我们能够依赖的 一种传统文化 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贝 其实化妆它这个过程啊 就是整个的戏曲里面 最有意思的一道工序 这个过程就是静心的一个过程 从初中的时候 偶然听到了摇满乐 对就从而学吉他 从而学习摇满乐 从而建立到现在 那么我要做的事情 就不光是说做一个戏曲演员 而是想把它里面最值得 我们传流下去的东西 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但是呢也会有一些 不太理解的会表示 你一直坚持做这个东西 能养活自己吗 我觉得每一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 他的这个路都肯定注定不一样的 大家到这个时代了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套东西 这一套东西就是 你与生俱来的一种使命 还有对某些东西的一种缘分 如果大家都觉得应该是某一种 那才是真正的差距 这样的话就不接受另外一种了 就因为大家差距很大 所以最后慢慢的 大家就觉得 我们每一个个体跟别人都不一样 那么这样的话 我要被人接受 首先我得接受别人 现在我特别欣赏这种传媒文化 我特别对特别尊敬它们 就宽容的心态 宽容的心态就社会多元化 对就是敞开心扉去接受的 但是呢他是地下音乐的 不是因为他不好 我所表达的就是希望 爱的一个社会 度过自己的生活 不正常地的究竟 hogyacon 不这种传媒文化 去接受大家 是